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当时我最想做的第一本书就是这一本 恰同学少年 其实这本书应该算比较老的书吧 它在2007年的时候是被中国大陆拍成电视剧 也叫恰同学少年这个名字 然后后来被改编成了小说 变成出版 我是在2010年左右看过恰同学少年的电视剧 那个时候我由于比较醒 那时候我好像只有小学六年级 当时也并没有怎么看懂 后来在高二到高三的时候 我又看了一遍 然后看了一遍又一遍 一遍又一遍 然后还读了这本书 然后那个时候这部电视剧 它对我就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因为马上要高考了嘛 升学压力会比较大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比较 就是逆反的一个年纪 然后对未来也会感到迷茫 然后对前途会感到迷茫的一个年纪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对于未来 你不知道要怎么办 然后我读到了这本书 虽然它已经没有给我指出一个特别明确的人生目标吧 但是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我造成了好的影响 就是这样一本书 今天我给大家拿来 可以说是推荐给大家吧 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去看它的 然后呢 就是别看它的主角的名字比较显眼 而且你甚至可以在历史课本上看到它 但是事实上它跟那个政治啊 政党啊历史啊那些那一套的 其实联系并不大 因为这部小说讲的是毛泽东在1913年到1918年大学时候的事情 所以它的那个政治色彩其实并没有这么浓厚 所以不用担心它有太浓的政治色彩 所以说这部小说如果你忽略掉那些主角的名字的话 你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比较普通 但是又比较有正能量的一个青春校园的小说来看 其实这部小说它怎么说呢 你乍一看它的缺点是非常明显的 不过呢它狭不掩瑜 而且我推荐这本书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有点实在是太显眼了 甚至可以说非常耀眼 而且已经几乎完全的盖住了它的缺点 那就是这本书里面所蕴含着的那种 蓬勃的朝起 青春的活力 寻求理想与奋发向上的斗志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以及敢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复与情怀 这部书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讲的就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念书的这么一个故事 它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主线剧情在 比如说它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那种大魔王的角色 而且他讲的几乎可以说都是一些日常的事情 不过如果你真的愿意去给他总结出一个那个主线故事来 他的主线故事可以说就是毛泽东这个人他在探索他为什么要读书 他的人生目标还有如何救国这么三个问题上面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是毛泽东在刚入医师校门的时候 他就问他这个湖南医师的校长叫孔招兽 他上来就问了校长一个问题说 我正好有一个问题要问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师范 就是说这个时候他毛泽东他对于为什么要读书的这个目标 他是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的 甚至在他上第一堂伦理课的时候 他的伦理老师叫杨昌记也问了他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的志向是什么 然后当时毛泽东答了一个答案说我不知道 我再回到这边签一张 这个当毛泽东去问孔校长说我们为什么要读师范的时候 孔校长给的答案是 我想一句话就可以改阔 精识致用 何谓精识 致力于国家致力于社会 为之精识 何谓致用 以我之所学化我之所用为之致用 精识致用者 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 我们读书的目的 我们求学的动力 是为了获得知识 以求改变我们的国家 改变我们的社会 湖南人读书向来只为两个字 做事 做什么事呢 做于国于民有用之事 乱以上五平天下 智以修文化人心 以今时今日论 我以为首要大事当推教育 我中华百年积弱 正因为民智未开 只有大兴教育 才能以新知识新文化 扫除全民族的愚昧落后 教育人人则人人得志 人人自治则社会必良 社会改良则人才必胜 真才祭出则国事必章 以此而推论 当今之中国 有什么事比教育还大 欲救国强种 有什么手段比教育还强 所以读师范 学教育 他日学成 以我之所学 为民智之开启而笑眠薄 为中华之战兴 尽一己之力 这不正是诸位精士之用的最佳途径吗 这个时候 从某种意义上讲 孔教授就是给了毛泽东一个 可以说比较确定答案 就是说我们读书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读书是为了救国 甚至说你整个人生的目标 可以说就是为了救国 但是事实上 到了后来 到了中期 就是在1915年的5月7日 按照书上的这个说法来 这个时候 袁世凯承认了21条 然后呢 当时 医师范的校长孔招授 就做了一个名词片的演讲 就是来痛斥当时的北洋政府 然后这一段 我觉得可能在中国大陆 应该会有一些人比较熟悉 因为就是在前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节节粮事件 具体的我就不得说了 大家可以自行上网搜寻 那个时候 那个共青团中央就转发了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就是从夏同学少年的这一章 解下来的 是在5月7日民国奇耻 一直到赶国家之多难 十九四亿不移 这两章 不过在这个演讲结束到一半 当时湖南的领导人叫汤湘明 他发现孔校长在做这么的演讲 于是派兵过来抓人 然后孔校长就被迫流亡海外 这个时候毛泽东就想 我们靠读书真的可以救国吗 孔校长他读过很多书 但是事实上当兵的来了 他连他自己都救不了 那我们读书真的可以救国吗 这个时候毛泽东就又迷茫了 然后一直到最后 可以说整部书就是毛泽东在寻找自己读书的意义 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 然后当他似乎找到了人生意义 就是救国这一点的时候 他又在想 我们读书真的可以救国吗 后来他也提倡体育救国 我们搞体育真的可以救国吗 一直到最后 我想几乎可以说毛泽东都在探讨和追寻这么一个问题的答案 直到最后 毛泽东找到这个问题答案了吗 我们只能说历史自由定夺 我真的挺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部小说的 不管你的政治信仰或者是对于他的什么态度 对于毛泽东这个人的态度或者是毛泽东后来加入的这个政党他的态度 或者是毛泽东后来建立的这个国家他的态度如何 我们抛开这些政治上的分歧的话 我觉得这部书它确实是值得大家读一读的 然后最后呢 我们以毛泽东后来写的一首诗做结尾 就是在这部小说里面 毛泽东后来写了一篇叫体育之研究的论文 在新青年上发表 当时毛泽东很高兴 然后作为庆祝 他带着他的同学们一起去游橘子州 在后来1925年的时候 我对这段历史不了解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总之当时毛泽东又重新去了一次橘子州 然后他就留下了这首诗 我这支影片就以这首诗作为这支影片的结尾 好吧 这首诗叫沁元春长沙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周头 看万山红遍 岑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葛征流 英机长空 鱼翔浅底 万泪双天 静自由 畅辽阔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百缕层游 一往西征容岁月愁 恰同学少年 公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求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奋土当年万户猴 曾继否 到中流积水 浪鳄非洲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